哈喽,这里是带大家探索宇宙的科幻战舰 我是爱你们的迷妹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是一部奇幻电影 故事贩卖机《驯兔记》 小学课堂上,老师提出了一个问题 如果皮球掉进了很深的坑里,要怎么捡起来? 一个女生站起来回答说 往坑里倒水,再把球捞起来 老师觉得很满意的同时 发现了小皮在开小叉 于是让他回答 小皮反问老师 这个坑有多深 得到了很深的回答后 小皮说 那我,让我爸爸再给我买一个 这个回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老师觉得小皮故意捣乱 正想发货 广刚回答的 让老师很满意的女生站了起来 说,老师这么辛苦 要在讲台上站一天 我们应该做个好孩子 听老师的话,不能跟他顶嘴 这下,所有同学的目光 都聚焦在了小皮身上 突然,女同学长出了兔子耳朵 整个脑袋都成了兔子头 她伤心地哭了 老师却安慰她说 没关系,很快同学们都会羡慕你 因为你温柔顺从 不调皮捣蛋 是一个标准的好学生 学校甚至为此召开了表彰大会 表扬这名老师教学友方和学生的优秀 还说本校的教学宗旨 就是将所有学生都变成兔子 小皮回家跟妈妈说了这件事 妈妈却也希望他们 也变成那样听话的兔子 随着身边的孩子们 一个个变成兔子 小皮和自己的好朋友 成了被大家攻击的对象 被兔子们骂是怪物 他们下定决心 坚决不变成兔子 于是在家长会上 他们的爸爸成了班主任批评的对象 尤其是小皮的爸爸老皮 上了这么多年学 都没受过这种批评 回到家后 小皮的爸爸妈妈 决定给他来个大改造 吃素不吃荤 房间涂成红色 放上一切和兔子有关的东西 老师也不分白天黑夜的 教训两个孩子 没想到还真有用 一只不坚定的好朋友 马上冒出了兔子耳朵 这一下 全班只剩下小皮一个人 没变成兔子了 爸爸妈妈和老师 一起想了一个办法 给小皮下药 但机智的小皮每次都会吐掉 所以这个办法一点用也没有 老师反而和爸爸吵起来了 小皮开心地跑出了教室 却遇到了一个坐在轮椅上的女孩 她是老师的女儿 她说老师做梦都在想 怎么把小皮变成兔子 因为工作忙 经常也没时间陪她 小皮看着面前可怜的小女孩 有些惭愧 她答应女孩 一定会让老师多点时间陪她 于是这个早晨 她套上了兔子头套 爸爸妈妈看见 别提有多兴奋了 老师也惊呆了 同学们纷纷为她鼓掌 她们班终于成为了犬兔班 闹钟响起 原来刚刚的一切只是一个梦 可是这真实的感觉 真的是梦吗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你点的关注评论的话 我就陪你一起变成小兔子 欢迎大家在评论里留下想看的片名 让明媒带你看进各种精彩科幻电影 下期见啦